会影响到我们的代谢 这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接着也来看看 什么是所谓的代谢症候群 讲到身材啊 有没有变胖 很多人会觉得 哇老天真的很不公平 白白同样是人啊 两个人一起去吃同样的东西 有一些人他怎么样吃都不会胖 但有些人偏偏连喝水 都觉得好像会胖啊 这到底是为什么 是因为新陈代谢的关系吗 对 其实如果说两个人一样的话 如果有的人新陈代谢率比较高的话 那就算吃一样热量的话 新陈代谢率比较高的那个 就比较容易消耗的比较快 就是说他可能比较常运动 所以新陈代谢比较快 然后再来就是说 肌肉量比较多的人 他的新陈代谢率也比较快 对 也就是说运动员的话 跟一般比较没有什么在运动的 看电视的 比较起来的话 他们吃东西当然就比较不会胖 肌肉多他基础代谢率就比较高 因为肌肉本身代谢就会用 也就是叫做三层压瘦水 有没有听过 瘦瘦的人他很会吃 你看大卫王比赛很多都是那种瘦瘦的 很会吃 你吃五碗 但吃了以后他不一定会累积在身体 所以真的是 就看有没有运动 好 我们也要注意到 就是代谢症候群的五个指标 你们的就是大家的这个腰围 血压血糖有没有在正常范围 就是腰围的部分 男性是大于等于90公分 女性是大于等于80公分 血压的部分呢 是大于等于是130跟85 血糖值是100 三酸甘油脂大于等于150 还有高密度脂 蛋白胆固醇过低的话 男性是小于40 女性小于50 就要特别注意 这些数据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稍微解释一下 的确这一般来说 我们会想到就是三高 所以三高的部分 对我们人体的事相当有影响 你就想到我们的血管 跟水管一样 很怕有一些动脉硬化 那动脉硬化很多基转是跟胆固醇啊 这我们的血压的弹性啊 还有这血糖值 甚至我们的尿酸值都有关系 所以这里面的每个数字上就是会造成我们血管硬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所以到控制这一个 那特别补充一下 还有一个叫做低密度脂蛋白 第五点是高密度脂蛋白 叫HDL 它是好的 那又一个是不好 叫LDL 是低密度脂蛋白 这个也要去量 一般不能超过100 就是坏的胆固醇呢 不能超过100 所以这跟去 我们去抽血的时候 第五个 除了看高密度脂蛋白 这是好的 那你要看那个低密度脂蛋白 这是不好的 有好的有坏的 都要对比一下 我补充一下 这个代谢症候群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就是说 它是一个有点像是我们过那个马路的红黄绿灯那个黄灯 就是说五个里面如果你中三个 我们医生就会跟你说你是代谢症候群 就要小心有三高的症候出现 意思就是说你是黄灯了 代表你以后得到三高 这个红灯的比例 你就是 比较高 你就是所谓的一个就类似候选人这样子 危险族群啊 所以五个里面如果你中三个 你就要小心 你未来可能就是三高的一个 就是候选人了 好 所以要怎么样 比较不会有代谢症候群 是不是就多运动 基本上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说你要控制你的体重 但体重里面你要控制你的脂肪 然后再来就是有个很 我觉得可以说的就是腰围这一块 因为很多的人 他可能胖是胖在这个腰围这一块 他四肢很瘦的 这一种是最危险的 我们才讲说小富婆大富翁 对 然后那个套一句以前说 碰到地名 就是就是那个肚子大 将军度 就是寿命比较短 那确实就是说腰围这一块 我们目前很多的在国内外研究发现 当你腰围超过标准的话 几乎跟那个所谓的第二型糖尿病化上更好 就是你未来有可能就会得到第二型的糖尿病 而且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都大到了提升 这国外都有相对的研究 对 所以这个警讯要提醒自己 对 有一句话刚刚讲肚子大中文 就是说 脚子在肚子 会吃不怕 对 有没有听过 肚子很大像是不一样 手脚很细像鸟一样 只会吃不太会走路 不过我们讲代谢整体的健康 饮食 运动 作息 生活小习惯 点点第一都跟你的健康有关系 所以代谢整理基本上是一个生理功能 怎么样调的很好 这个最重要 好 也就是说我们要避免三高的话 我们要特别注意 因为这代谢整合群就是像一个黄灯一样 千万不要让它亮起来 好 那我们也来